但你来关心我国在中美洲的邦交国贝里斯 现在传出有一位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台籍推拿师 却在工作的诊所是性侵的顾客 而且还投拍下了整个过程 受害者是多达了十几个人 其中当然是包括了当地的政界的知名人士 跟外交官的妻子 现在也震惊国际 而这名推拿师在美国洛杉矶已经被逮捕 穿着白袍接受媒体采访 这位71岁的台籍推拿师李坤林 靠着针灸治疗在我国邦交国贝里斯家喻户晓 现在竟然传出他性侵顾客 并拍下整个性侵过程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有一名电脑技师在帮这位推拿师修理个人电脑时 在硬碟中发现了将近600个性侵的视讯档案 受害者包括当地政界的知名人士 多名外交官和高官妻子 以及社交名员等十多人 后来光碟外流事件因此曝光 目前被国警方全力侦查 我们知道是有一位李先生 他在他的工作的按摩院 他有非法的帮顾客做一些册路 那至于册路的这个内容跟范围 现在因为证物都掌握在 被国警方的手上 不过传闻这位推拿师事先逃到美国 现在在洛杉矶遭到逮捕 拥有中华民国和贝里斯双重国籍的身份 也会关系到后续调查 他入境美国使用什么样的身份 这也会关系到 我们能够向美方居留的单位 能够此上尽的程度 而事情传回国内也引来立委强烈批评 发生这样的事情震惊全球 台湾驻贝里斯大使也表示 李昏林应该会被递解回贝国进行调查